好,这画面实在太可怕 有民众开车行经苗栗 至公路,甘原路段 一辆白色轿车从左侧超车之后 看到它就在转弯处见起大量水花 接着下一秒 白车瞬间疑似撞上中央 分隔岛后侧翻 整辆车就这样一路向右滑行 撞向路边的电线杆 车子才停了下来 行经的车辆赶紧减速 也赶快下车 协助查看驾驶有没有受伤 帮忙打1199元 救护这道场 驾驶已经自行脱困 但他手扶着后脑勺 他说颈部不舒服 所幸身体没有其他状况 不过也看到他开的白色轿车 就这样侧翻倒在路边 原来美与封面带来雨势不断 在苗栗市至公路这边也有积水 疑似车子在行经这个路段时 没有减速 产生了水漂效应 就这样一路滑行撞上路旁的电感 警方也特别提醒用路人 车辆行经这个积水路段 一定要减速慢行 或者避开这个积水 因为在轮胎跟地面之间 会形成一层水膜 有时候就会使得轮胎 没有办法接触到地面 因此失去了抓地力 产生水漂效应 所以最近几天雨天上路 还是要特别当心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响应资讯 镜头交换棚内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订阅 務装